这是谁是主编舞 Bonta吧应该 应该是Bonta吧 Bonta和Bomo 像Bonta他非常适合编这样的舞 确实这首歌挺难编的 因为比较平 然后像讲故事一样 但是我觉得前面的铺垫 包括最后的结尾都特别的好 然后包括一些Breaking的运用 然后包括Bonta老师编的一些很多的队型 我觉得编的都特别好 叶音当时你抽到这个歌的时候 是怎么想的呢 首先我觉得这个融合最大的难度就是 如何让国外有人也能够理解中文歌 所传达的含义 所以我们一直有去推敲这首歌唱的是什么 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去画了一幅 自己心里对这个歌感受的一幅画 哇 有的人是画的是晚上 或者有的人是在下大雨 或者有的时候是一个人 然后叶音画的是后边有很多人在走 然后他自己在雨里出来的感觉 然后就把这些东西当成一部漫画来看的感觉 就是整个音乐的故事到最后 给大家的感觉是很美好的 对 就是一切都会过去的感觉 厉害 对 对 谢谢 谢谢 他能感受到这种友情的这种 那种力量和气息在 真的是在我心里边还是有感触 能看得到 所以这首歌也打动了你吗 韩庚队长 想到了青春的 好 跟一直很青春哥 对 我觉得一下忽然想到是 我上学的时候 朋友在一起那种友情的那种感觉 青春岁月 对那种青春 青春岁月 你这叫他说 不不不说 来 下一位 下一位 来 Herry 就像庚队长说的 这也让我想到 你的轻松岁月不会的 这个让我想到庚哥其实 对 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 对 因为看到他们都在这样 就一堆朋友 然后就笑着在那边 哥 还记得吧 记得 当然记得 我们十年前的一起的生活浪漫日子 是吧 浪漫日子 真的 所以那个时候你也经常跟庚哥两个人 一起搂着 太多了 经常会这样 乔治 我觉得你跟子龙还挺有缘的 从街道的两人比赛 一直到近49的coop 这次又在一个组 你的感受怎么样 就 就觉得这缘分可能有点整不明白了 就之前比赛 然后后来然后我们两个又一起合作作品 私底下相处以后子龙就是 就挺可爱的 然后 这个 他跟我说他不喜欢喝饮料 然后每天就管我要茶喝 然后 然后 你每天喝茶 对 这 茶也不错 没问题 他在展示我们 云南森是 花枝茶 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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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福建 这一样 枝茶 我可能去云南 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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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窝 对 你去云南 哎 哎 然后我感觉 还 还挺有意思的 缘分 就是有点说不清楚 刚开始的时候两人还在比赛 然后后来以后又卡奥 有没有人不服 然后最终又进了一个战队在一起合作 我认为这个就是缘分 好 谢谢叶师傅组 谢谢 现在有请你们的对手 亮亮组 亮亮组成员 亮亮 小鸡 Kabamba Rochika 兔子 重阳 石头 好 还是好看的 他跳错太多了 挺自责的 因为蛮可惜的 这么好的一个舞 然后当时失误了 那个紧箍 然后搭到眼睛上面去了 然后就没办法去 去看清 位置 就是乱掉了 当时就会 这一下懵了 其实道具上要有 提前的准备了 就是你这个是否固定死了 万一突发情况 挺影响发挥的 对稍微 没有那么齐啊 感觉大家好像 编排在一起编排的时间 是不是一起排练的时间 是不是稍微有一点少啊 就是 其实内心比较 很愧疚大家 我心里边也会自责的 我们在排练的时候 可能没有很好的沟通好 然后就可能是不太整齐 接下来四位队长 要在两个作品当中 进行你们的投票 对肯定是 以这一次的比赛作品 来去客观的去看 叶音队 我的选择我还是 暗暗暗打架的 好 我选这边 恭喜叶音组全员进阶 好 一系队长 首先带定的两位是 卡班巴和和兔子 带定 直接淘汰的人是 对不起崇洋老师 对不起崇洋老师 对 谢谢崇洋 谢谢 第四季能回来 然后再跟我的好朋友们一起拍舞 看他们在场上的风采 我觉得就挺好的 还有再有很多大神 也知道了有一个中国舞者他叫崇洋 我觉得就够了 嗯 拜拜崇洋 接下来马上进行我们第三组的对决 AC组对战 GoGo Brothers主考核队长刘宪华 现在我们请AC组来到舞台上 GoGo Brothers 请你们去往备战区备战 所以首先选择的是GoGo Brothers OK 肖洁 肖洁无敌了 你给我点了 这傻人在哪儿现在就 一套已经出来了 不要对上GoGo那组就可以 不要 这是太可怕了 不要对上GoGo GoGo Brothers You will battle with You will battle with AC Why 瓶子停下来的那个瞬间 人 太难了 太难了 我当知道 AC抽到对沟巴的之后 我整个人就是 我已经崩了 在床上 就变成了 我说不用想 我们输定的 然后他说不要这么想 我们不能这么想 虽然我心里面也这么想 身边人都跟我说 你已经输了 但是 我还是相信 一切就有可能 你上場